所以为什么把屏幕打碎 现在的观众已经不像以往的观众 他接受信息的方式 不一定是单方面 或者单线 现在因为可以多线的接受信息 你可以呈现更多的内容 在同一个时间 他们有更多的选择方式 去接受信息 所以现在的人 其实是喜欢你在同一时间 给他们N个选择 才会觉得说OK比较值 我小时候看到那个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里面有一个描述 就是新闻照片是会动的 我当时那一个瞬间感觉说 哇这就是那个巫师的报纸 就是它有些东西是静止 但有些东西是动的 而且这种动和静止之间充满了灵动 观众现在可以看到视频 可以看到GIF 可以看到图片 可以看到文字 在同一个时间 他能够接受那么多的讯息 但在演讲的时候 20分钟 我们还是比较单线 它虽然是水平 但是我们的内容 引导他们看的是单线 只是水平把演讲嘉宾的内容 扑扑滑了 其实这次屏幕还蛮强系的 就不是不好 不是好 我觉得最让我觉得 到位的那个点是沈亿斐在讲演讲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节奏点把握得很好 你其实是在伴舞 如果说我们把沈亿斐就是主讲者看作是一个领悟者 他在前面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后面有一个人是在给他带节奏 的确是 的确是 我们其实在 在伴舞 把他的这个整个内容用 不管从色彩 不管从动效 都去把他的这个内容放大 但是因为有采取这样一个新的方式 我们有一个 我们可以呈现的方式 更多种 我们可以呈现竖屏 我们可以呈现五屏 我们可以呈现一屏 加上这次我发觉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当我们把屏幕拆成 竖屏板的时候 中国文字形成出来更美 所以从他的这个视觉享受来说 他是看到距离 一直不同的空间跟距离一直在变 所以他会发现到 以前的那种16比9的屏幕 放了 只是放了一个很大的电视机 那种模式已经过时了 接触的信息可以是很多种选择 他的距离跟空间的距离里面 他已经产生巨大的变化 首先时间上他有多的一个选择 首先空间方面 空间方面他看了很多不同的节奏感 所以他会发觉到 这整个屏幕上呈现出来的 就会很期待下一夜